你这辈子能赚多少钱,其实跟你的劳动是不成正比的,而是跟你的劳动不可替代性成正比。 你的工资高低和你的辛苦也无关,而是和你在老板眼中的不可替代性有关。 你的财富其实跟学历和过往的成绩也没什么关系,只跟你现在的不可替代性有关系。 老板决定付你薪水的时候,他心里其实有感证,左边是现在给你的工资,右边是你此时能给他贡献的利益。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,第一个关键词是此刻,不是你过往的总贡献,而是你此时此刻的贡献。 第二个关键词是利益,不是说你的人品如何,而是你创造的利益如何。 咱们大多数人都犯了大忌,就是总把曾经的贡献等同于现在应该拿到的回报。 其实这是自己不懂社会规则,其实只要对方有更好的选择。 好奇你是极其正常的善。 我过去喜欢用诺基亚,后来特别喜欢用小米,再后来喜欢用苹果,现在又比较喜欢用华为, 你能说我花心吗? 那你如何才能成为别人眼里的唯一呢? 这里面核心就是八个字,降低欲望,提高能力。 大多数人的痛苦就是因为期望的和实际拥有的不匹配,期望能赚一百万, 实际却只有赚十万的能力,希望能成为大老板, 但实际却只有成为一个员工的能力,然后再痛苦地抱怨命运不公。 穷人就是总盯着别人享受,觉得很满足,然后躲在自己的角落里难受。 高手都是只盯着别人争夺的能力,玩命提升自己, 这才是穷和富的本质差距。 人最宝贵的就是自己的注意力,你所有的财富都是用你的注意力交换来的。 无论任何时候,你都必须拿所有的时间去思考, 自己前途和财富有关的事,其他事不管多热闹,多有意思, 都跟你无关,多看一眼,多想一念,都是愚蠢。 当你只想着和自己的前途有关的事,你就会越来越牛。 你现在是别人眼里的之一,还是别人眼里的唯一呢? 好好想想吧,觉得说得在理,记得点个关注,下期见。